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个部位 这一段 你现在的肠胃非常不好 心脏也不好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吗 你现在经常晚上会有做噩梦的情况 手会发麻 对 还有 我看你的 刚刚看你的背后 你的颈椎也不好 而且你的牙齿也不好 牙齿退化了 确盖 确得很厉害 掉头发 睡眠也不好 对的 说得完全正确 你不要太担心 是你自己本身年轻时候的业障 所以现在应该有点爆发了 所以你好好的要念经的 你小方子要念很多 谢谢 台长告诉你 你还有一个病你自己知道吗 你前列腺不好 小便不好 小便比较急一点 不是急呀 有前列腺肥大 对的 你的腰也受过伤 腰也满头粗 严重 第三节 对的 明白了吗 血液方面你要当心 我希望你赶快要吃全素了 我一直在吃全素 吃了几年了 吃六年了 第三年 高兴法 拜师以后就吃了 现在能不能像你这个病 最好不要吃鸡蛋行吗 我先 我这已经刚刚许愿 不吃鸡蛋了 嗯 很好 你要特别当心 还有一个肝 肝也不是太好 你肝有点硬化 还有肾脏 对 都有这些现象 对 感谢师父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你一个人我讲给你听 好吧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上次师父开始过讲过 开始过是吧 怎么还没走了 我收过那两个六十三 实际上收了都一个五六十三 他还在弄你啊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我现在搞不清楚 你连圆圆的 你过去结婚之前 有没有女朋友了 这个连圆圆的一个女孩子啊 那就是很早 十八岁的时候 对啊 因为当时我在部队里干工作的时候 他很爱你啊 他是一个中学生 假期的时候 这个 算了 不要再 台上不是法官 你就好好的给他再念经吧 对 好吧 给他念 他大概还要六十八张吧 赶上师父的开始 好吧 他经常在 他有时候会让你耳朵啊 有一点点耳鸣 弄你的耳朵啊 有点背啊 听不太清楚 而且叫你耳鸣啊 对 耳朵是有时候听话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左面 对 对对 他经常爬在你的耳朵边上 还缠着你的颈椎 所以你的颈椎也不好 他最早的时候是 整天抱住你 你这个手脚 总归好像像 不大施展的开 两个脚呢 踩住你的腰 所以你的腰 基本上站的时间长了 就觉得很累 好像背个人一样 就是他 他在你身上很长时间了 他这个 我腰结版头 除了是不是与这耳朵有关 有关系 那关系还是烧小房子 烧小房子吧 而且你现在已经 他把你的 这个腰椎肩盘突出 已经弄出毛病出来 你要用热水敷的 经常用热水敷 听得懂吗 听懂的 好吧 你这个腰也不好 真的不好 肾脏呢 有一个好 一个不好 肾脏啊 左肾脏不大 不是太好 左肾脏 刚刚扑着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说 我这个 你刚才说的 师傅刚才说的 那个 那个 癌症的问题 是哪个部位 是哪个 哪种毛病 是 破例是 前列腺 以后 前列腺 你要当心了 要多喝水 你有没有一种 营养品 你可以先吃的呀 前列 专门吃前列腺的 哦 没有 你赶快吃 好吧 我看你 从这一段 开始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所以还要当心 你的 肠子 你如果以后 生癌症 就是这两个 一个肠癌 一个前列腺 哦 是不是得开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要彻底 许愿 才能消掉 而且要多喝开水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 外面洗澡 是叫冲凉 里边洗澡 就是拼命地喝个水 就是洗里边内脏 听得懂吗 所以我现在是 每天早上起来 要喝多喝两个水 你的命很硬的 你好几次 你有两次 差点死掉 是的 我这个特别要感恩师父 我也告诉大家 师父救了我 也帮助我严肃 受了一个76到79的 现在也提醒我 要好好放生 我已经在这么做 一定要好好放生 我到梦中来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来过几次 你知道吗 起码四五次吧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 大家关心一下 师父救人 我根本用不着在这里的 你们谁好好的修 完全可以到你们梦里 去救你 你问问他 我每次给他加持过之后 他醒过来 什么病没有一样 舒服不舒服 有这个梦以后 加持过于我感觉身体的舒服多了 我知道是师父开始 有一次我觉得好像是七十 七十九是这个关 因为当时我不太懂 我自己只拎了两个七十九的小房子 实际上应该是一本的八边三遍 对 结果少念了 少念以后呢 就是没有逃脱这个关节节难的时候 师父就拉着我刨 让我刨过了这个七十九的这个关节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大拜关节菩萨 他要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 你想想看他会这样 所以有的是救人真的是这么救的 师父 你们好好乖一点 真的乖一点 要听师父话的呀 我告诉你啊 真的我救人也是自己不要命的救人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和最后讲一个问题 就是在新加坡观音场 现在在家里值班 我带班的人不能参加法货 他教我有机会 一定应该师父转达几句话 他们这么说 我们爱你 爱师父 师父 这个法体尴尬 我们法学你 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受到了 感恩师父 谢谢 好好听话 好吧 我告诉你们 你们好好听话 好好念经修心 自己本身的根基好一点 我告诉你 等到医院里不要你们了 说看不好了 叫你们回去的时候 师父一救就把你们救活 感恩师父 好了 没有了 好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观神菩萨 好 我是一个老人 已经八十一了 希望老人要特别担心时间 学佛念经 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自己往生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真果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好好向楼中台上 师父学习 听他的话 永远跟着观神菩萨 永远听师父的话 谢谢 谢谢